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小东西是一个距离的感应传感器 我是用一个DE Mini配合一个风鸣器 再加上一个距离传感器做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B站发的视频有一个粉丝 他呢给我发了私信 他说呢他的父亲呢因为得了一次脑血管的疾病 所以呢他的父亲晚上起夜的时候 当他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必须要在床上面坐大概十秒钟左右再起来 否则如果从床上马上起来就下地走动的话 会造成脑供血不足 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他需要在床边坐一会儿再继续去洗手间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情况 因为老人嘛他可能坐一会儿他就又睡着了 如果老人坐着睡着了十分的危险 他会摔倒 这种情况呢已经发生过一到两次了 据说所以呢他就想通过看看有没有什么智能的硬件 可以避免老人去坐着睡着这个情况 他呢也尝试买了一些移动的侦测的传感器 但是那些传感器呢 他只是移动侦测才会出发 当人静止的时候并不会出发 所以呢他找到了我 我觉得呢他非常有孝心 想想为他父亲做一些什么 但是呢手里又找不到现成的产品 所以我就帮他DIY了一个 虽然样子比较难看吧 但是基本的功能是实现了 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插电 我们把电插好了之后呢 这个距离传感器就开始一直的循环的检测 前面的障碍物到底是距离他有多远 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呢并且呢这个芯片呢还会发邮件 我们看我们的邮件已经收到一个系统启动成功的邮件 证明这个时候我们的传感器已经工作了 为什么他现在不想呢 因为他现在前面没有遮挡物 我们把手放在前面 把这个距离传感器遮挡 我们模拟他的父亲坐起来 大家看 传感器被遮挡 我设置的是五秒 被遮挡五秒钟之后 风鸣器就会报警 同时呢会有一封邮件发到邮箱里 说报警被处发 风鸣器正在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把手移开 这个风鸣器就会停止 停止之后呢 他一样会发送一封邮件到邮箱里 说报警已被解除 这样呢 如果他的父亲从床床边坐起来之后 几秒钟之后 几秒钟之内没有没有离开这个位置 证明呢可能他就睡着了 所以我们的风鸣器发出一些声响来提醒他 你是不是睡着了 是不是需要站起来走动走动 这样呢 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提醒老人不要睡着 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看一下这邮件刚才这个邮件 邮件发送太频繁 有的时候不会 不会收到 大家看距离距离传感器消除的已经消除报警的邮件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我写这个代码呢 我就不给大家开源了 因为我写的呢比较简陋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写代码的 我写出来的代码很丑陋 很丑陋呢 就会就会让一些高手笑好我 所以呢 我只是把编译书的固件放到我的网站上 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呢 可以上我的博客去下载 那么呢 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配网 因为他如果需要发邮件的话 一定需要互联网 互联网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芯片连接到我们的WiFi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重置这个WiFi 我们我们看左边有一个reset按钮 我们按这个按钮按十次 每一次呢 在一秒之内 也不要太快啊 在一秒之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后我们看这个灯 这个状态灯呢 就会变成长亮的状态 长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搜索一个WiFi信号 这个WiFi信号的名称呢 叫IT Commander 如果没有呢 我们再重启一下 那大家看IT Commander这个信号出来了 我们点击这个IT Commander 它会自动弹出一个WiFi的配网界面 我们点击这个配置网络 比如说我们连接Smart Home 我们把Smart Home的密码输进去 Smart Home 12457896 然后我们看这个发邮件的地址 SMTP地址 然后发件人 收件人 SMTP的用户名密码都是可以单独设置的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呢 就是设置距离传感器 感应到多少米 多少厘米毫米内有物体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设置呢 是小于50厘米的时候 也就是说传感器 感应到距离前方有物体距离小于50厘米 就会触发计时 触发这个计时呢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值 当有物体遮挡距离小于50厘米的时候 持续20秒 持续20秒就会报警 然后并且发送邮件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这个时候芯片就会保存你的所有这些设置 然后有物体遮挡之后 按照你设定的距离 按照你设定的距离和一个持续的时间 来实现报警 并且呢 你还可以收到一个报警的邮件 同时呢 这个应用场景呢 应该也不仅仅之前说的那个网友的那种应用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的场景 好 那这期节目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